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佣金的收入是很丰富 而且融资平台也会有明显的增长 对捐三股来说当然是很正面 就像早前我们看到像中信证券跟银河证券跟海通股价 都走得比较前的 可是最近这两个三个星期之内就发觉 相关股份的走势真的有一点的压力 可能就是有一部分人已经听到这方面的消息 所以变成来说整个走势都没有出现怎么样的刺激的上升的势头 要是说银行可以经营那个券三的业务 等于说现在股票市场的生意一部分是会给银行拉回去了 当然像中行 工行 建签银行跟农业银行 他们的平台是很大的 而且他们有庞大的那个客户 要是一部分客户回流到银行里边做一个买卖的话 我想对捐三来说这个是很大的威胁 也会做成很大的竞争 可是我再想一想银行到底它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譬如来说佣金不能低个怎么样 还有其他这些出作不能够怎么样 都有一个规定的不能随意去改的 可是捐三就是比较灵活 譬如来说一部分捐三它的佣金收入可以低到很低很低都可以 要是银行就不能够这样做 因为银行有银行的政策 不能说这个我收怎么多 那个我收怎么少 那个我不收 绝对不能这样子 所以影响是有的 可是对一种的捐三股来说 会不会令到他们的盈利大幅度倒退呢 我想这个情况也不会出现 当然一点点影响是有的 可是相关的消息一出来的话 对捐三来说一定会做成一定的压力的 就等于说找一个阶段 一部分的资金是看的比较好的 它买那个捐三股是买的比较多的话 现在看起来由于这个消息出来是比较负面 变成来说它恐怕还需要在市场做一点点的减值 这等于说一种捐三股在一段短时间之内 股价还是会轻轻的比较防腐 而不排除一部分一两支是会进一步下市一个月的低位的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不过当然了要是说它发牌给几家大银行 可以做那个捐三的业务的话 就等于说这个是一个政策 当然政策下方不是说今天可以这样转 明天就可以它已经可以做了绝对不能这样子 起码要半年一年时间去研究怎么样怎么样做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当然抓货小的现在是没办法了 就是无赖就是只有先观望再看看 后一个阶段的消息到底是怎么样 可是要是抓的比较多的话 老实讲就应该做好风险管理了 像6881上一次下调的那个低位是8块钱 可是这一阵子已经是跌圈了8块钱 这等于说已经出现一个进一步下市低位的走势 其实来说从5块钱6块钱占到11块半 已经占到差不多一倍了 从11块半下调到8块钱 这个是一个中期的调整 中期调整来说基本上要是 没有什么历当的因素 它应该在8块半到9块多之间整股下来的 可是现在出现一个消息 说银行也可以经营那个卷商的业务的话 这等于说它的业务恐怕是会被贪拨的 就这样子对捐商股来说 当然是一个负面的 可是我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政策真的是下方的话 也不会今天放明天就做的了 一定有一个实践的 在这段时间之内 要是A股能够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回升到比如说3,48以上的话 我想一众的转商股在那一分钟应该也可以有一个技术上的反弹的 就是能不能够回升到早前的高位 这个时候很难说了 因为有时候政策出来是对资金日时的态度 是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负面的影响的 就像目前这一分钟看到一众的转商股 已经跌到接近一个月来的低位 一等之像海通证券已经跌圈了 所以技术上来说还是偏淡的 这个大概就留意了 那除了这两个板块之外 其实上周光伏板块 还有新能源以及环保股也是大涨的 不过今天这个港股方面的光伏板块就是全线回土了 而且全球市值最大的光伏企业 整个板块我看好的 因为像北京像上海跟南京空气是很差的 所以政策希望在电哪一方面 多靠一些新的人员 譬如来说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 还有一些拉梭发电 跟一些天然系发电 当然天然系发电是比较环保的了 可是直到目前为止这一分钟 内地很多地方要电 还是要消霉的 这个对空气的那个破坏是很明显的 当然了政策既然是已经是出台的 我想整个新能源的板块相关的股份 还是会相对整个大数很强的 像汉能566股价由于是升得比较快了 其实几个月前才不过一块多的水平 最近占到九块钱 就是说政策是配合的话 也不可能股价可以在等级之内上升了七倍多到八倍的吧 对不对 只能说太多的资金去追逐令到股价的上升 有一点点偏离了那个基本的因素 另外像最近有一只股票三九七 其实来说也涨得很厉害 一个星期前大概是一毛四分 那时候没有问也没有人看到 可是上个星期最高见过差不多四毛零五分 就是等于说在一个星期之内 它的股价一涨了差不多三倍了 这个上升一定是充满了投机 所以你问我行业是怎么样 我是看好的 因为政策还是会不断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 最重要是会改善空气的那个指数 令到北京啊上海以及天津的空气能够改善 可是相关的股份由于市场的资金高度是追捧 令到股价上升到一个比较偏高的水平 你从基本因素去看的话 很多泰人相关的股份股价已经偏离了那个技术上的分析的 就等于说一块钱占到一块半已经不错了 可是它已经占到三块三块半了 这个是太过分了 所以就是政策真是要扶持的话 股价是走得超前走得比较快 等于这里我想还是稍微收发跟整顾一下 不过当然了整个半块 总体来说我还是看好的 因为政策真的不断的支持 不断的那个出台 对整个板块股价我只能说 日后还是会往上去 不过每一个上升到最后出现一个调整 出度是很快的 要参与的话真的要看得很紧 而且最重要就不要太大手买了太多就行了 好谢谢郭老师为我们做出以上的分析 你们刚才提到的相关板块以及股票 您自己有没有持有呢 我持有内地的转三股的 好谢谢郭老师 也谢谢各位股民朋友 观看我们这一期的股市直击 请留意其他精彩节目